好同学们 那么这一小节啊 我们主要是写代码观察特点 那言外之也就是说啊 我们第一步呢 按照input这个函数的语法 去书写出来一个input功能 那么第二步呢 书写完了之后呢 我们去观察input这个函数 它的特点是什么 那接下来啊 同学们跟着老师一起 咱们回到拍场当中来 那老师呢 在这个位置啊 加上一个注视 我们说在接下来这个例子当中 我们是不是做两件事情 那么第一件事啊 我们去书写一个input 第二件事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去观察input它的特点 那接下来啊 老师就开始提问题了 那么同学们 对于刚才观察讲义来看 input函数的语法是什么样 哎非常好 是不是就是我们书写一个input 那么小括号里面 是不是放上我们给用户的提示信息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这是不是就是我们input函数 它的一个语法 那接下来老师再问 那input函数在讲义当中 老师列了三条特点 咱们同学们还记不记得 第一条特点 是不是就是我们程序 如果遇到这个input 那么是不是处于一个冻结状态 那么冻结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一直都是在等待用户输入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第二个特点呢 是不是一般啊 我们程序接收的这个用户的输入 那我们都是把它干什么呢 存变量 方便后期查找和使用 那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input 你们还记不记得 接收到的数据 数据类型是什么 哎非常好 是不是自符串 那所以这里啊 我们第三条特点 是不是就是input 那么接收到的数据 那么类型都是都是 哎自符串 那这里同学们要注意了 那同学们 我们第一第二 这两个步骤摆在这之后啊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入到第一个步骤 那也就是书写代码 那这里呢 老师啊 加一个input 小括号里边呢 比如说咱们就按照给大家举的例子 是不是输入密码 那所以老师呢 给用户一个提示信息 就是请输入 比如说您的密码 对不对 来加一个冒号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老师右键去运行 咱们同学们来看啊 果然我们的控制台 是不是在输出了提示信息 请输入您的密码 那么这里是不是程序并没有向下推进 也就是说遇到input的时候 是不是等待用户输入 那么这里呢 比如说老师输入一个111 那么敲一个回车 那么在这个状态下 我们的程序是不是才推进完成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写完了这个函数 是不是另外第一个特点 是不是也观察到了 但是接下来啊 我们就开始提问了 那这个时候啊 我们看到确实用户写的是111 那程序接收到的 是不是111呢 我们怎么去做验证呢 那么第二步操作 就是我们去接收input输入的数据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把它去存一个变量 那怎么来做啊 比如说 那这里呢 老师啊 来一个这个password 然后这个变量 复值一下 复的值呢 就是我们input这个函数 接收用户输入的数据 那现在啊 老师并把它加一个print 我们去打印一下来看啊 老师呢 加一个f格式化字符串 说您输入的密码是 是什么呢 咱们来一个大括号 格式化输出password 那么在这样的状态下 咱们右键转一下 同学们来看啊 这里比如说老师输入1234 敲一个回车 是不是告诉我们 您输入的密码是1234 那所以这句话 是不是就验证了 我们工作中确实存变量 比较方便 那存好了变量之后 以后再想要用户输入的数据 那么直接去用这个变量password 是不是就行了 那其次说明的就是 我们程序输入是input这个功能 那用户输入了什么 那么这里我们打印出来的 是不是和输入的是完全一样的 那所以这里边 是不是就没有这个偏差的这个问题 那么紧跟着啊 我们进入到最后一个特点 是不是就是input接收到的数据 数据类型都是字符串 那我怎么验证呢 你们注意啊 我们原来啊 是不是有一个叫做type的函数 type是检测数据类型用的 小括号是不是放数据 或者是变量就可以了 但是呢 如果想看数据类型是什么 是不是就要程序输出 给我们这个结果 所以我们加一个print 那么在此情况下 老师右键去run一下 咱们同学来看啊 比如说此时我们去输入111 三个数字 当敲回车之后 咱们同学来看 说您输入的密码是111 那么这是不是就对应的是 第12行的输出 那么接下来再有一行 说class是str 意思是不是就是我们检测到的数据类型 确实是自不串类型 即便我们现在输入的是数字111 那程序是不是也把它当作自不串去处理了 那接下来啊 与此同时 我们这个实验做完之后呢 同学们跟着老师一起 咱们回到讲义当中来 咱们来看一下 确实 那么input函数 语法比较简单 小括号直接放提示信息 那一般工作中呢 我们是不是把input存变量 方便后期查找使用 那紧接着呢 我们再要测的就是input这个函数 只要遇到input 程序是不是就处于一个等待用户输入的状态 不是默愿向下执行 是不是输入完成 敲回车之后才继续向下执行 那么第三个特点呢 是不是就是我们input 只要接收到用户输入的数据 不管你输入的是什么 是不是都当作字符串去处理的 那么这是input函数的语法以及特点 那讲完之后啊 老师把咱们的视频呢 稍微暂停一下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